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天话题 我是沈梅琪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区就是汽车 特别是在大众交通系统不是很发达的州或是城市 用汽车的人就是特别的多 我们知道很多青少年一旦到了法定年龄 就会吵着要买车 要开车 其实很多父母也会答应青少年的要求 让他们买车 开车 因为这样少了接送的话 不但省事也省时 可是青少年一旦有了车子上路了之后 就问题好像特别多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特别请到了刑事律师邓宏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我们谈一谈青少年开车上路 最常见的有哪些问题 邓律师你好 你好 邓律师你好 其实驾车是一个成长 自己成人的一个象征 就这样的话 我们新移民来了以后买了房子 那是等于我们圆了美国梦的第一步 其实青少年成长的话 他成熟 他认为自己成熟 自由有信心就是拥有车子 当然在美国里边拥有车是很大的责任 所以青少年的话 往往会有几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因为驾车闯了祸 第一个就是酒后驾车 这类的话青少年开了车之后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周数人18岁是属于成人的 但是真正能够喝酒只有21岁 以后这21岁以下的话 都是属于青少年的属于酒后驾车 所以第二类的话案子里面 很多青少年的话就是说 开了车子之后的话撞车逃跑 怕家长知道 怕以后怕自己的人知道之后的话 他可能会 驾车会被雕销 被granted 以后不能再开车的 所以他往往不知道怎么处理 以后一旦发生车祸了赶紧逃走 第三种的话就是青少年常常会遇到一个的话 就是跟speed contest 就是跟别人赛车 以后很多时候的话代表很多年轻人的话 买了新车子 要跟朋友一起来赛一赛 我的车子多厉害啊这样子的 所以这一类问题里面的话都会 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往往是所谓轻微的问题 但是的话小孩子的话不敢跟家长讲 好像交通违规讲闯红灯买了个罚单 他们的话怕家长回去以后被家长知道之后会骂 以后会不能开车 他就不出庭 以后反正家长不知道的话 但是谁知道的话这个案子累积太多的话 没有出庭没有交罚款的话就变成一个刑事案子 以后这类案子的话就是因为交通罚单没有及时处理而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里面都是我们家长必须要面对的 对所以就是从刚刚邓医师讲的 我们也知道其实亲子沟通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青少年的新移民 他们是父母送他到美国来念书 可能帮他把这个家里学校安顿好之后父母可能就回去中国了 然后回到香港台湾都有可能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青少年一旦开车在路上出了车祸之后 他肯定也是希望找到父母来求救或是朋友 但是像这样的刚形容的情况是父母人不在美国 然后亲戚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来到第一现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警察已经来了 那这个时候青少年要做哪些动作可以来将伤害减刀最轻 甚至可以自我保护呢 对其实很多时候的话这个就是应变的这个培训 我们家长觉得的话反正的话他已经考过驾照了 他就没有问题了就这种情形之下会常常一个忽略一个话 你知道美国警察里面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 所以他们假定每个人都是危险分子 所以一单指的话好像你就像拦你下来一样 警察拦你下来的话你手不能乱动 一定要放在方向盆里面去 你一乱动的话警察以为你去拿枪去 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警惕起来 可能先下手为枪 有可能你是去拿保险资料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叫好小孩子的话 怎么应付这种警惕情况 那Daniel我知道其实你处理车祸案件非常有经验 你有遇到过就是说青少年他当时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面 然后可能要去找个什么东西 就会被警察误以为他要拿武器攻击警察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警察他是他有权可以保护他自己 然后也可能可以射杀你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如果杀了你他有罪吗 很多时候警察的话他可以使用合理的武力来保护自己 会保护他人 那如果你在深夜里边的话 其实在这个Ventura这个county的话 在五年以前就有一位中国来的留学生 警察拦了下来之后的话他可能喝醉了一点 有警察叫他不要动 但是的话他那种态度的话 根本不让警察放在眼里面去的话乱动 有警察以为他要去拿枪的时候的话 已经开枪将他打成重伤 差点死去 所以这类案件里面的话我们也处理了很多案子里面的话 警察叫你不要动 你再不要下来 他一下来警察以为你要下来攻击他 他一把将你摔在地上去 将驾车人士摔伤了 所以这类案子的话警察能不能开枪 可以开枪 如果他认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话 受到威胁的话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一旦只被警察拦下来 千万不能够跟警察发生任何正面的冲突 一定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做 如果你违抗他的指示里面 他认为的话你是危险人物 同时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青少年的话 被警察开罚单 以后的话要跟警察距离力证 这路线的话坚决 我没有闯红灯 你为什么说我闯红灯 所以我们就有个客人里面的话 在Montre Park居住的 警察拦下来的一边的话 其实是不是他的错 是警察看错了 以后是另外一个人闯红灯 拦下来的 但是这种警察的叫他要牵制 要出庭 这种情况下 他说不是我的闯红灯 为什么抓到我呢 是前面的 这警察封警察的争辞 总之他就叫他牵制 你要出庭 他说我没有错 为什么要牵制呢 这种情况下 坚持了两分钟 警察说你不牵制 我只能逮捕你 以后他说你逮捕就逮捕吧 警察果然逮捕他了 那加州刑法148规定里面的话 你这种罪的话不听从警察 执法人员的指挥的话 是属于妨碍公务罪 那我现在比较好奇说他牵了那个东西之后 并不代表他就承认他自己有罪 所以邓律师根据您专业的经验 你认为说那个时候你就不要啰嗦 你就牵了 然后到时候大家有什么事情到法院去讲 OK 好那我们线上目前有一位王女士 加州打来的王女士 您有问题要请教邓律师吗 是 请说 我是这样 我女儿已经 就是她明满18岁吗 她现在已经考了 那个比试已经通过了 但是她还没有考去驾驾 我在就是带她开车的时候 她床好像是右转的时候 没有停稳然后就走掉 我一发单寄回来 我们也按照她上面写的那个经文 已经把直策寄过去了 我的问题是 因为我女儿现在她明确的驾照 那她那个照片都是她 都是我女儿 那实际是那个车的车主是我 那我不知道就是 如果像这种情况出庭的时候 是要我出庭吗 还是我女儿也要出庭 OK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为什么很多时候的话 尤其是罗汉基现在已经取消了 这个照相机的罚单 有很多误差率 为什么就是 刚才这位女士讲的话 拍下来的话是你的车子 但是是你女儿开 但是的话这类案子里边的话 你有两种方法 一种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到庭上要求法官的话 就是说她这次是属于初次犯的 以后给她一个上课的机会 这类案子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说 因为这类案子里边的话 它虽然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交通违规之后的话 它驾照还没有拿到 但是的话如果是在加州里边的话 它说如果你是考了这个鼻试 并且的话还没有考路试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有一个25岁以上的成人陪同的情况之下的话 它是可以合法的 使用的学生驾照来开车的 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这部分 而是担心的话 看要法官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这样的上课 在加州里边的话交通的罚单的话 在过去18个月没有上个交通学校的话 可以的话上学校 交通违规学校 以后可以将点数的话降下来 为什么点数很重要 DMV的Point那边的话 如果一年之内有4个分 加州会被雕小 保险费会上涨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就是说过去18个月 没有上个Traffic School的话 最好是要求上个Traffic School 当然Traffic School里边的话 要付罚款等于自认错一样 但是的话 这个钱跟自保费加起来 里边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 所以说王女士的女人 她虽然目前还没有驾照 可是因为她当时开车的时候 身边有成人在旁边 所以她不会有这个无照驾驶的问题 这样至少是个好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邓律师 就是说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酒后驾车 其实是在美国是蛮严重的 所以因为她每年在美国 因为酒后驾车夺取的生命有无数件 所以一旦酒后驾车被撤出来的话 这个当事人要应对的方法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都知道了 虽然这个酒后驾车法律很严苛 可是法律也是给 准备给有备而来的人 所以你要是知道怎么应对的话 我相信这个行者可以减轻一些吧 对不对 对 当然了 律律的话 首先千万不能够酒后驾车 尤其是未成年的话 她虽然18岁是属于成人 但是她21岁才能够喝酒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一旦是小孩子喝酒里边的话 她自动的 如果你21岁以下喝酒的话 自动停驾早一年 以后这类案子非常重要里边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小孩子里边的话 她是说我没有喝醉 定义不是喝醉 而是酒后驾车 所以她成人的话 在驾车是0.08 喝了大概三瓶半到四瓶的啤酒 就可以 但是未满21岁里边的话 她的标准是0.01 就是说你喝了半瓶的啤酒 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里边的话 就是很多时候你拒绝酒册 我很多案子里边的话 一客人进来 邓律师在美国是不是要讲究法律的 讲究证据的 叫我吹气 我没有吹 叫我去咽尿 我没有杀尿给他 所以这种情况之后 根本没有证据 我说完蛋了 你拒绝Refusal里边的话 她驾照会自动停一年 并且等一的话 等一你自己已经成立了 所以一旦遇到被警察拦下来 它有两种选择 一种吹气 一种是宴血 因为你是光光喝完酒 在驾车的话 我一般建议的话 就是宴血 为什么 你的气的话 就是你酒精含量 都在你的气 所以这是重点 如果你刚刚喝完酒 你也知道 你就不要 对 就坦白讲 你真的是有犯罪 有喝酒 你就选择宴血 不要去吹气 然后被拦下来的民众 他是有权选择 他要用哪一种方式 来测试他体内的酒精浓度 对 并且他如果是 你喝了很久的 已经三个小时以上的话 一般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就选择宴血 的话 就是比较亏了 以后的话 一般吹气 为什么你气吹出来的 血液浓度不会那么高 这时间上还有分别 是三个小 喝完酒以后 三个小时 最好是选择吹气 对 OK 好 所以这个 他基本上标准的话 他现在加州 每年都会惩罚的严重 分成0.08 0.15 0.20 有没有事故发生 第一次是多少 第二次是罚了怎么样 像第一次加州的话 至少四个小时 第二次醉酒驾车 十年之内 有第二次醉酒驾车的话 他基本上的话 是罚了至少72个小时 以后第三次醉酒驾车 在加州里面的话 他是120天 minimum最低的 他也可以惩罚更高 所以在十年之内 他的DME的记录的话 是保留十年 所以十年之内 你第二次发生 都有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我常常提醒大家的话 就是说真的是 如果你这没有办法 我们常常发现 很多小孩子里面 光满18岁那天 你怎么18岁被抓了 说我那天去庆祝生日 以后喝酒了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以后万一小孩子出去 party庆祝自己的生日的时候的话 最好的话 就是找人 有destinated driver 以后的话 要喝酒的 不要一满18岁就开始结束成人的事件 OK 我们线上了一位加州顾女士 顾女士您请问 OK 好 那么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喝完酒的话 你要最好选择宴血 然后如果喝完酒三小时的话 选择吹气 这样你体内的酒精浓度 比较不会那么高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这个酒后驾车的青少年 在父母来营救你之前 先自我保护 对 很多时候的话 警察会问你一系列的问题 你喝了多少酒 还有喝这些到哪里去 这些东西的话 最好的话 我们常常跟客人说 你可以不讲话 但是不要讲假话 一旦指的话 如果你回答了这个东西的话 讲错了 警察会误会你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说 对不起 我不愿意提供这些资料 有的时候你驾车的时候 你是要三样资料 是你一定要提供的 一个是你Drive License 一个是你的Insurance 你的汽车保险 还有一个是车主证明 这三类资料 你随心都要带着的 三样以外里边的话 你就不能 你可以说对不起 我不提供 或者是我律师不建议你提供 为什么 在目前里边的话 移民局对所有这些 驾车人士的话 他开始调查你的移民身份 一旦只认为你是绿卡的 或者是没有身份的话 他从资料里边的话 有一个重要的资料 你的出生地在哪里 一旦只你填的话 是美国以外的话 他的资料马上会自动的 会转到移民局里面去查 看你的身份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会有的时候 警察问起来 你的出生地在哪里的时候 驾照上面 已经有你很多的资料 出生日期 你的地址 还有这些Drive License号码 但是的话 有一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跟他说 对不起 我律师建议我不填 就可以了 对 而且好像美国法律 有个保持莫兰达权 对不对 保持你的兼莫权 所以邓律师您建议就是说 你该给他 给他 其他不要多说 请他跟你律师联络 OK 那我们现在线上 还有一位周先生 周先生请提问 周先生请说 我就是想请问邓律师 我们有一个车祸 对 就是因为有小孩子在 Punking 跑了创造车子 对 因为他后面反告我们 对 所以我们车子创造它 现在保持莫术已经 截断了 对 截断了之后 我们会不会受影响 这个技术方面 OK 好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 那个Daniel不好意思 周先生不好意思 先后注一下 你这个邓律师的答案 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 一定要去一下广告 待会刚刚回来之后 再回答周先生的提问 这是哪里 创新剧作 2012 Camry 一支剧情发展 请浏览 toyota.com slash One and only 对不对 爸爸今天花了一点钱 买了一个好大的人设保险 爸爸你为什么要买人数保险 因为爸爸爱你们啊 美国太子牌花季生的信念 就是成为你们可以信赖的名牌 我们的花季生产品 是选用百分百美国 威斯康星州花季生制成 无论什么年龄 什么场合 都可以方便饮用 而且充分发挥到花季生保健 及增强身体抵抗力的效用 也因为你们的认同及支持 二十多年来 年年成为全美国销量冠军 我们承诺 会坚持我们的信念 成为你们最可以信赖的品牌 太子牌 您最可信赖 大田豆制品 采用精选美国优质大豆 营养含量丰富 专业化的食品质量监测团队 保证产品质量可靠 豆制品加工 更采用标准化 污染环保生产线 产品连续多年 融获最佳健康食品质号 大田人更注重创新精神 多样化的豆制品 不仅味道鲜美 更能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大田豆品 您健康的选择 深圳新世界集团旗下 美国五星级Marion酒店 位于洛杉矶当趟的金融区 酒店完善的设施和更加人性化的 五星级服务方式 让您不管身处繁忙的商务之中 还是在浪漫的旅行之后 Marion都能让您真正领略到 商务度假及休闲娱乐的 全新魅力体验 Marion欢迎阁下光临 三年前我觉得我眼睛很不舒服 我就去看了眼科医生 他告诉我说 我的肝眼症很厉害 还眼睛充血发炎 他会开点药水 是专门治肝眼症的 可是我连滴了两年 都不觉得有什么功效 点眼药水都不好了 是不是吃得比较好呢 那我在电视上 还是书报上 看到明目清的广告 我女儿就跟我上网去订 我吃完了那三个月 眼睛觉得很清晰 不会这样一天到晚 眼睛黏黏的 而且很不舒服那样子 以前眼睛很干 晚上更不能看电视 因为电视的光线 对我眼睛是个杀伤力 吃了半年之后 我居然可以长时间的看电视 到图书馆去看书 我坐在那边 我居然可以看六个小时的书 我还可以开始 做我最爱的刺绣 我知道我吃对了药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节目现场 现场是邓律师 邓律师刚才我们去广告之前呢 有一位加州的周先生呢 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孩子被车子撞了 但是呢 车主竟然反过来提告 可是这个案子目前已经和解了 那我想周先生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 案子和解之后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意外会发生 对 加州是属于一个责任归属的一个州 所以意思就是说像其他州的话 美国五十多个州里边呢 有十三个州的话是属于 责任归属是谁的 在加州里边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负责百分之八十的错 那个百分之八十里边的话 你有赔百分之八十 所以这个案子里边呢 所以周先生呢小孩子可能是别人错 但是的话自保险公司赔给对方了 如果自己保险公司的话 对方保险公司赔给小孩子那边的话 这种的话就是属于大家都有错 这种情况之下里边的话 你必须要拿着保留这个资料给保险公司 给那个DNB DNB的规定里边它说如果你是错的话 如果是你的driver所错的 这种的话它是有一个分 我们刚才讲过的话 如果是四分的话 一年之内有四分 驾照会凋小 保险费也会贵的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如果是最好的话 就是说跟自保险公司解释清楚 我的小孩子没有错 你就算赔里边的话 也不能够超过50%的赔 一旦只超过50%的赔的话 DNB的记录就是一分 所以这个分数要保持的良好 否则的话其实不管是 毕竟钱财是身外之物 但是你这个记录不好的话 其实也是很麻烦 好 那我们现在在接听 另外一位纽约的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请提问 喂 请说 小姐您好 您在被提问了吗 请说 请提问 因为我是住在纽约时的 因为我在监狱上个月 我在开车的时候 那个人开车 开车就突然从中间窗出来 撞了我的车 就是我在后门的那边 从后轮盘就到 我后门这边撞了插装 插装了当场我就停下来 要跟他讲话 看他究竟有个处理 这个人呢 就把车往后面一到 开车逃了 逃了呢 我就当着我坐在我旁边的朋友 把他车牌号码记住了 对 记住了以后呢 刚好我停在旅馆门口那边 那个空门那边呢 有个旅馆 我就到了那个旅馆 去拿了这个录像 也有 刚好有 我也拿到了 第二呢 那个警察的轮化也坐了 但是这个车子 能看到逃走的 那么我究竟我也不知道 还是去找我自己的保险公司 跟保险公司讲来 还是要找另外一家 找我逃的这家公司 这个人的保险公司去 还是要我自己去 还是找我的 那个警察的reponent也写了 这个 也查到这个车的什么公司的保险 好的 这类案子的话常常发生 所以的话在加州里边的话 有一个保险叫UM保险 Uninsured Motorist 比如毕竟里边的话 尤其在加州 我不在纽约 不过在加州里边的话 有20%的驾车人士里边的话 都是没有身份没有保险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别人撞车逃走之后里边的话 那下面的责任里边的话 如果你有这个UM里边的话 有这个UM Uninsured Motorist的话 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会替你赔偿 以后不会占你的分数 所以这个好处里边 所以你这个事情里边 还有的话 因为汽车的保险里边的话 光才忘记提醒大家了 就是说要做好防范的措施 就是说给小孩子也好 给自己也好 买了足够的保险 像Collision Damage 像你碰撞险 不管谁对谁错 只要事故发生里边的话 他都会赔你 以后Comprehensive 你自己车里边的话 那个东西被偷了 GPS被挖走了 那个漆带的话打出来了 这类案子里边的话 Comprehensive都会保 它是不会理会的 你的责任这方面的 谁对谁错 它的话 另外的话 你如果是购买了一个medical的话 也是一样 不类理 你对还是错 他都会赔你的 所以在加州的话 因为很多是撞车逃跑的 案件里边的话 他们都有个UM的保险 所以你可以问一下 你自己的纽约的agent的话 有没有这种保险 我的买单 买了以后 有没有办法保住我的方面 因为毕竟里边的话 有的保险的话 保险公司会替你追 先赔偿你了 再将你的权利 转让给保险公司 这个叫subrogation right 你将你的自得权利 转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话 会跟警察局联络 也会将这个事情settle掉 当然的话 我们这样提到里边 很多人都会遇到 就是hitting one这部分的话 像在加州里边的话 一个事故发生的话 不管对跟错 你都要停下来 交换三样资料 Drival license Car registration 还有insurance 不一定要警察在场 所以你都要交换资料 有很多时候 我们处理很多的案子 本来是纯粹 交通意外事件 不小心撞到 爬在路边停车 但是看来看去 也找不到驾车人士 以后的话算了 看看以为是没有人看到 就光要走 走掉之后 没想到 别人看到了 将你的车牌抄下来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加州汽车交通法规 2002这条规定 如果你是发生了交通意外 没有撞到人的话 你一定要留下 自己的contact information 自己的名字 电话 号码 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 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就算 就算 你认为 不是你的错 或者是 就是认为的话 那个没有人 可能没有看到 不要抱着任何 小心的心态 在法规里边的话 如果2002规定 如果你是撞车 逃逸 验乱的话 可以面临六个月 到一年的劳刑 以后 我发款1000块钱以上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你要留下来 自己的contact information 我们很多时候的话 遇到很多华人 就是说 不是我的错 我为什么可以资料给你 在加州的法规里面的话 他这个交换资料的话 他不论对跟错 只要事故的发生 你交给保险公司 你也交给保险公司处理 对跟错 要保险公司来决定 是 另外我们在线上 还有为内华达州的苏先生 苏先生请提问 苏先生 OK 好 苏先生下线了 那个Daniel 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撞车逃逸的 这个新法令 也就是说 即使车子里面没有人的话 你还是不能抱存 这个侥幸的心态 而且最主要 美国热心人士很多 所以奉劝 这个一旦有 不小心撞到别人的车子 你觉得车子里面没人 好像应该也没人看到 美国这么大嘛 对 这么荒凉 所以你想说 你开车开了 就逃那是无所谓的 对 但是actually 常常都 事情都发生在 你抱有侥幸的心态的时候呢 对 就东窗事发了 对 而且上次我还记得 我一个同事是 他是被撞的那一个 然后呢 车子撞到他之后 把他的车子全毁 可是他很幸运 他人没事 对 但是那个hit and run的人 他当场就跑掉了 对 结果警察在半个小时内 找到那个人 按了他家的门铃 问他说 刚才你是离开车祸现场 你知道警察怎么发现的吗 他在车祸现场看到 Driver's license plate 对 车牌 对 那人撞了他以后 紧要逃 结果车牌掉在事发现场 对 这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对 并且很多热心人士都会超下来 很多camera可以看得到 所以很多时候 我提醒大家的话 不要抱着任何销讯的 我们有足够的保险 万一事情发生的话 保险就是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帮你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可能是要保费会涨一点 但是的话 你可以的话 就是说 那真正是自己的错 以后让保险公司去赔偿对方 那也是一个正当的处理方法 最怕最怕的话 就是年轻人的话 他就怕 我发生车祸 我回去以后 肯定会被爸爸妈妈骂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给车子给小孩子 一方面要让他 培养一个责任 要知道里面 车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用车撞人 这个加州的话 这是属于致命武器 用致命武器攻击他人 OK ADW 那这种情况 一旦只发生事故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教育一下孩子里面的话 面对 不要逃避 以后 但是往往的话 有两个人的话 就是说 追求驾车 或者是没有身份的 一撞了车子之后的话 就赶紧就跑走了 这一类的话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般的驾车人士 我刚才提过了 在南加州 百分之二十的 每十个人之中 具有两位的话 是没有驾照 或者是没有保险开车的 但是你这种情况之下 逃逸的话 其实后果更严重 万亿有好事者 把你的车牌超下来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无辜的人的话 就是开车 如果是被这些人撞上去 怎么保护自己 就是买保险的时候 买这个UM保险 OK I see 其实在美国是被 I talk BB 新电信 冠名赞助播出 以及爱德华早上林之尊 晚上养甘素 想更好迈进 Step Farm 叶链博士生命试管 婴儿中心 明目清药业 背负药业 贝润普不运症专科 杨协程 联合赞助播出 男籍夫妇 北京圆梦 身患绝症的她 感慨万先 我不知道我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 被她住的 父母离异 高位瘫痪 命运多串的她 如何选择死亡之路 你去上这儿 你去上 你去跳楼 你爬不上去 你喝农药 你也喝不了吧 红艳传情 书信五年 身患小儿麻痹的她 遭到了家人 怎样的反对 我们就写信给张可平 你太自私了 相濡以沫 却面临生死相别 他们有着 令人心碎的 别样浪漫 鲁豫有约 今日为您讲述 残疾夫妇张可平 吴恩娇的爱情绝唱 在这个演播室 我采访过很多的情侣夫妻 听他们每个人讲 自己的爱情故事 你会很受感动 会被感染 也可以能够分享 他们的幸福跟快乐 今天的嘉宾也是一对夫妻 听他们的故事 我会觉得有一些伤感 很难过 大家更多的是钦佩 也会有感动 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 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 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 来认识他们 张可平 吴恩娇 他是一位命运多舛的翻译家 一岁时父母离异 十七岁时的意外 致使他高位瘫痪 从此生活不满婴崴 他是天生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原本是家中备受呵护的宠儿 却为了爱情抛弃一切 远走他乡 究竟是怎样的缘分 让他们牵手相伴 又是怎样的噩耗 让两人再次受到命运 无情地捉弄 从上海到北京 这次迟来的旅行 对他们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 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 可能不长 我想给他出来 看看这个世界 所以只能让他到北京来看 看他们的 让他如果他走的话 我留不住他 也少了点遗憾 我生命以来 我本来觉得北京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这么的机会 我先说 我回应该就是 为什么 我让他去 但是你都不能离开 就发动了 我 我 那么 我 你 我是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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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看 感谢观看 我们先来说 那如果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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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OK 内因股我觉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候 因为这个调控的关系 在股计方面已经有一点点的压力 如果说在未来的时候 这个调控有一点点慢慢的放松的 这个情况 我觉得应该说有这个机会 内因股有多一点点的反弹 跟这个大盆相比应该多一点点的反弹 但是从众多的内因股来说 我觉得农行是特别的看好 因为从这个基金成本的角度来说 因为他们这个网点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基金成本是比较低 跟其他的同业来说是有这个优势 还有就是说 以前他们这个经营的效率不太好 跟同业相比 如果说有这个改善的空间的话 应该说他们这个股价方面的反映出来 也是有这个升级的空间 也是比较多一点 是 所以投资者不妨可以关注这个农行 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股份 不知道图仙有没有持有 我没有持有 那么今天我们解析赶股的是 永丰金融研究部的主管土国斌 图仙非常谢谢你今天出席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中望股市风向标 由中望集团赞助播出 亲爱的 我买了网络加电视加电话的Triple Flip 准备在电话费上省钱了 Triple Flip的电话超贵的呀 为什么不换成iTool和PB呢 专门为华人两生听作的 我刚从Brius贵贵成iTool和PB了 怎么样 说会清楚的吧 相当清楚啊 但是后马会变吧 免费保留原号码呀 一个月四块九毛九起 打多少算多少 聪明的选择 更低的价格 姚明基金会合作伙伴 iTalkPB 每月四块九毛九起 直播全美加全球 加二十块 立即升级成无线套装 iTalkPB吗 我要转号呀 每个人 每个阶段 都有iTalkP 能如此稳定有力 引人关注 一个中国是两个 美国宣布这个 什么叫不同 政治这个东西啊 每天发生 与新闻时事同步共振 这就是他的声音 评论不是结论 而是提供您多一个 看问题的角度跟方式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 每天下午5点30分 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资讯台 马英九说他担心送主于参选 泰国洪峰与大潮 今天同时到达顶峰 美国驻波黑大使馆外 有枪手发动恐怖袭击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 我是黄成子 首先一起来关注 距离2012台湾大选投票日 还剩下两个多月 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 28号接受台湾电视政论节目专访 针对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马英九认为 未来四年推动的机会不大 而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近日积极联署争取参选 马英九表示很担心 争取连任的台湾领导人 马英九接受电视专访 面对同属泛兰阵营的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准备参选到底 马英九坦言很担心 我们当然担心 哪一个选举人 希望同属一个阵营的 有第二位候选人出来呢 八年前的教训难道不够吗 所以很多人都是 讲到后来眼泪都出来了 我有时候 塞兰阵也是很伤感 就是说我也自己在检讨 是不是我这些年来 对宋先生 什么地方不周到 礼数不够或者是不够尊重 马英九还向宋楚瑜喊话 希望兄弟系强仍需大处着眼 不要让民进党鱼翁得利 对于他近日提出的两岸 插迁和平协议引发各方议论 马英九再一次说明 大陆到现在为止 在不使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上 还没有正式的表示过 所以他现在 基本上就是愿意跟台湾和平发展 但是不做任何承诺 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承诺 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 马英九如果当选年人 四年任期 你任期里面会做吗 我们刚讲嘛 要看条件成不成熟 但是从目前的氛围来看 大家希望有和平 可是要不要有和平协议 还会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我看不出来 在我未来的四年当中 有机会去推动 马英九认为 两岸目前商签和平协议条件 并不完备 未来四年推动机会也不大 台湾大选倒数计时 从宋楚瑜联署参选 蓝绿选情消长 两岸和平协议话题 以及劳农津贴争议 马英九都侃侃而谈 希望理念与想法 能够吸引更多选民认同 泰国水灾情况仍然严峻 梅南河洪峰和泰国湾的大潮 29号将会到达顶峰 当局严阵以待 筑期2.5米高的防洪墙 希望市中心不受水淹 但是防洪墙是否足以抵挡洪水 仍然是未知数 因应水灾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 泰国央行把年度经济增长 预测由4.1%下调到2.6% 估计水灾为泰国带来的经济损失 可达60亿美元 受到泰国湾的大潮影响 加上梅南河处于历史最高水位 洪水周五进一步逼近曼谷的新藏地带 在唐人街 不断加高的低危也不能阻止洪水 广泛地区被淹 当地的商户表示 早上来袭的洪水深达2.4米 高度与低危相当 使低危也起不了作用 曼谷50个区当中 已经有7个严重泛滥 与之相比 唐人街所受的影响算是轻微的 但随着泰国湾的大潮即将到顶 阻止洪水流出大海 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最令人担心的 就是曼谷市中心商业区失守 周五的商业区人流大减 明镇严阵一带 在店外堆起沙包抗洪 国防部表示 五万名武装部队人员 一千艘船以及一千辆汽车 已经随时待命 准备协助疏散居民 至于总理英拉 就对他只顾保障 支持他的地区的指控 做出否认 居民继续撤离曼谷北部 在已经颁布疏散令的赛麦 他们乘坐货车 以及目法离开 也有人携着幼小涉水而行 有居民表示 水灾比他预期的更严重 水灾迫使很多商户关门 人们都要想办法糊口 有人趁机在洪水中撒网捕鱼 也有人利用自制木筏 变身为水上商贩 售卖香肠帮补生计 由于流行北部多个工业区的洪水 进入曼谷自来水厂的储水库 曼谷的食水安全一直受到怀疑 泰国城市供水管理局的官员强调 首都的自来水绝对是已饮用 他们表示早在洪水来袭前 已经要求工业区的厂商 把化学原料堆放在距离地面 十米的高处 防止化学物质融入水中 为了加强控制水质 自来水厂已经减产 不过有居民仍然不放心 表示会烧水才饮用 而在很多商店 瓶装水已经被抢购一空 凤回事综合报道 泰国曼谷经受洪灾考验的最高临界点 泰国军方五万名海陆空三军官兵 随时待命救灾 凤华问世采访小组 也跟随执行任务的泰国皇家陆战队 进行了航拍曼谷灾情 从高空往下看 洪水已经从曼谷的北部 西北部蔓延至西部郊区 大片的房屋农田被水淹没 已经分不出陆地跟河流 迪瓦地区部分平房已经没顶 靠橡皮艇在淹没的道路之间穿行 地势较高处 则还有汽车在水中开过 偶尔可以看到灾民站在户外 水深达到膝盖 泰国皇家陆战队的飞行员 从直升机上 投掷食品及少量的生活用品 给灾民 背后这些军用直升机 每天多次的往访灾区 会滞留在那里的灾民 运送食品和生活的必需品 凤凰卫视 魏影音林子荣 泰国曼谷报道 中国公安部高级代表团团长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峰 28号在泰国表示 10月5号发生的中国船员 在湄公河流域遇袭案件 9名疑犯已经落网 标志着这宗惨案已经基本破获 专程赴泰国处理湄公河流域 中国船员遇袭案件的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峰 在和泰国警察总监 飘攀举行通报会后透露 案件取得重大进展 这起案件就在今天下午 有了重要的进展 涉及案件的9名犯罪嫌疑人 在刚刚已经到案 这标志着这起案件 基本破获了 张新峰在会上感谢了 泰国的努力 他相信随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犯罪嫌疑人道案 很快就会进入泰国的司法程序 我相信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的进行 这起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情况 发生案件的过程 这起案件的为什么会发生 这些情况也很快就会查清 据泰国警察总监透露 涉案的9名遗犯 是向警察自首归案的 强调遗犯的行为 跟泰国军方无关 中国公安部将毁力 留下由刑事侦查 以及物证鉴定专家组成的工作组 继续留在泰国 配合泰国警方调查案件 富航卫视魏影音林子荣 泰国曼谷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将会在下月3号和4号 出席G20嘎那峰会 外交部在28号介绍行程安排 对于外界关注的买债问题 财政部官员透露 峰会上不会涉及具体的 成员出资购买问题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总裁雷格林 在欧元区达成解决这 危机协议后第一时间到访北京 外界猜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稍后的G20嘎那峰会 或许要把中国支持欧洲的措施 具体到花多少钱买多少问题债 不过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 雷格林只是来讨论基金的设计思考 而技术细节还没落实 中国无从下手 嘎那峰会上也不会具体讨论 成员的出资和购买数量 EFN它们提供担保 或者它参与构成的这种新的投资 那当然要等它的完全的技术 技术的构成非常清楚了 而且经过认真的专业的讨论 才能决定这个投资 感谢观看